带到魏无羡将江城送走后 便同蓝望姬和温情一起回了静世 而蓝西辰则去了惠客世界聂明爵与聂怀桑了 到了静世后 魏无羡便将从血洗莲花物到现在的所有事情讲了出来 本以为讲出来会很难过的魏无羡出奇地 发现这么讲出来似乎放过了自己 卸下了包袱 一身轻松 而听了一切的蓝望姬 不知该心疼魏无羡 还是自责自己一直在魏无羡的心口上撒盐 最终满腔情绪只逼的蓝望姬道 傻瓜 傻瓜 大傻瓜 说完 甩袖而去 而被蓝望姬骂了的魏无羡则很是郁闷 直指蓝望姬的背影 又直指自己的鼻子道 你你你 我我我 说了半天什么都没说出来 只得转头看向温情 温情只摇了摇头 嘟囔了句 可不就是傻妈说完后 提笔开药 半晌 回过神来的魏无羡 自言自语道 蓝湛竟然骂人了 估计我是他第一个骂的吧 怎么感觉还有点开心呢 温情听词 默默地又加了几位置脑子的药 怎么被骂了 还开心呢 再说另一边 蓝西尘去了会客室 互相见完礼后 便直接进入了主题 聂明觉直接问道 西尘是怎么恢复身高的呀 蓝西尘回道 如那道声音所言 美行一善 便可长大一月 长到结单的年龄后 便会恢复年岁 聂明觉点头 原来如此 又道 感觉西尘你现在的修为 是不是比原来好点啊 蓝西尘点头 嗯 大哥好眼力 恢复年岁会有金丹雷结降下 挺过雷结 金丹便比原来醇厚 聂明觉道 是这样啊 那先恭喜西尘了 蓝西尘谢过后又道 后面才是我要说的重点 我立雷结实灵气 替我挡了两道 然后感觉他们都开了灵智 我觉得此次机缘 说不定能解了大哥的刀灵之祸 所以和大哥说一声 聂怀桑听词 很是开心 可是还没等他发作出来 聂明觉便仰天一笑 觉得自己现在干尽十足 毕竟 留下他那么一个弟弟在世上 他也不放心不是 想吧 便转头出门准备开始行善去 聂怀桑看着自家大哥离去 正准备跟上 却被蓝西尘叫住了 聂怀桑回头 有些疑惑地看向蓝西尘 蓝西尘嘴一直张张和和的 似乎有话说不出口 聂怀桑更有兴趣了 是什么让他那一向沉稳的 西尘哥哥这么为难的 终于 磨磨蹭蹭半天 蓝西尘才开口道 怀桑 你有关于那种能练口才的画本吗 听到蓝西尘向他要画本 聂怀桑仿佛看到了天上掉馅饼似的 要知道 他这二哥虽然不像韩光君那样古板 但是从小也从未违反过蓝氏家规的呀 等终于反应过来 聂怀桑开口道 二哥 你终于发现画本的好了 我跟你说 我这里有好多种的 教你谈恋爱的 恋嘴皮的 学套路的 应有尽有 说着 拿出了一个乾坤袋 里面全是画本 递给了蓝西尘 而聂怀桑给蓝西尘画本这一幕 刚好被前来找蓝西尘的蓝忘机 看了个正着 心道 好你个聂怀桑 抢我兄长不说 现在还要教坏我兄长 想吧 抬头 正好看到了 前方转身回来 找聂怀桑的聂明爵 于是记上心来 看着聂明爵 快要到门口了 蓝忘机抬步走了进去 开口道 聂二公子 你刚刚是给我兄长什么东西了 迫于寒光君的威压 聂怀桑实话实说道 画画画 画本 蓝忘机道 魏英这几天在这里养病 闲着无聊 想起听学时 你给他看的那些画本 让我问你再借几本 他好闲来无聊时打发一下时间 聂怀桑听到魏无限 本来还挺兴奋 又拿出一堆画本递给了蓝忘机 刚递过去 便觉得背后有些发凉 转头向后看 只见聂明爵一脸怒容地看着他 聂怀桑 虽然身高变小 但嗓门眉变小的聂明爵吼道 我让你来听学你 竟然看画本 你是不是想重新听学 聂怀桑看到聂明爵时 便立刻躲到了蓝细尘身后 觉得比他大哥高的西尘哥真好 将他挡得严严实实 蓝细尘看着因为自己借画本而生出的事端 有些自责 于是开口准备替聂怀桑解释 怀桑给我的画本 是我自己借的 可是后半句没说完便被聂明爵打断道 你不但给魏无限 还给西尘 聂怀桑你能耐了呀 看来不能把你再送蓝氏听学了 你把西尘带坏了怎么办 聂怀桑 大哥你听我 聂明爵 不用说了 你还是陪我去历练吧 有怪自己打 有碎自己除 争取早日到结单年纪 早日被雷劈 说不定被劈后 你这狗啃的资质可以好一点呢 说吧 拽着聂怀桑的耳朵就走了 次日晨起 一大早就看到药碗的魏无限觉得今天一天都不开心了 正好这时 蓝忘机提着食盒进来 魏无限便道 蓝湛 我不想喝药 请解开的中药都太苦了 蓝忘机 那喝完要吃点心如何 我给你准备了甜点 真的呀 蓝湛你现在怎么这么体贴了呀 那个小谷把俺哪去了呀 不知说什么的蓝忘机 把药碗递了过去 喝吧 虽然有点心了 可是还想再被哄一下的魏无限撒娇道 蓝湛 苦 还是吃不下 而前来给蓝忘机道别 准备下山历练的蓝起人 被魏无限的那声撒娇给惊得咳嗽了起来 被咳嗽声惊到的魏无限猛地抬头 发现蓝起人就在门外 于是二话不说 端过药碗来猛地喝下 蓝忘机 难道不是应该先起身行礼吗 蓝起人 我现在还是这么可怕 回过神来的魏无限 好苦啊 现在还不能吃点心 蓝忘机回过神来后 立马起身行礼道 叔父 魏无限也立马跟上 先生 蓝起人 点头应下 忘机 我打算去山下历练一下 这段时间的教学任务就交给你了 蓝忘机点头道 是 叔父 蓝起人又转头看向魏无限道 从今日起 去蒙学 跟着学习吧 好好学一下 原来没学过的 看着虽然变小了的蓝起人 魏无限 却不敢违抗了 原来还会阳奉阴违 现在似乎连那个勇气都没了 总觉得 自己要是那么做了 会对日后有很严重的影响 于是 点头应下 是 先生 蓝起人说完便转身走了 而另一边 温宁找到温情 对温情道 姐姐 蓝先生 说带我出去游历 温情有些疑惑 蓝先生带你游历 为何呢 温宁道 先生蓝氏弟子浴室要沉稳 我胆子小 带我出去锻炼一下 温情道 嗯 好吧 那你路上小心点 还有多听一下蓝先生的话 话是这么说 但是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自己弟弟从小没有离开过自己 刚嘱咐完一句 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温情回头 就看到的是蓝西辰过来了 蓝西辰 我可以进来吗 温情点头 蓝西辰道 温姑娘放心 叔父很会教孩子的 而且最多会骂一句网顾人伦 这时收拾好的蓝起人也过来了 温宁便跟着走了 蓝西辰道 温姑娘如果不放心的话 我们跟着一起去就好 温情惊讶地回头 一起去 蓝西辰点头 嗯 也不算一起 就是暗中保护 毕竟叔父现在还小 我也不放心 怕有心之人伤害 本来还担心麻烦的温情 听到最后一句 便点头同意了 确实 毕竟蓝氏是一块大肥肉 有机会都想啃上一口 蓝西辰看着温情点头 很是开心 内心虽然很是活泼 但表面上仍是一副温润的表情 蓝西辰道 那温姑娘有什么收拾的吗 收拾一下 我们就出发吧 万一走得持根不上 就不太好了 温情听词 立马道 没什么好收拾的 缺吃的 可以打野味 没钱了你去除个岁 或者我去看个病 都能挣上钱 我们走吧 蓝焕点头硬下 二人便开始了这场名义上 保护叔父 和未来小舅子的旅程了 因着和未来媳妇出去旅游 蓝西辰也成功避开了 来云深不知处 找他诉苦顺便打听消息的金光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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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